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美食故事时光》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1.秋风起的栗子遁机,温情满满的传承 2.栗子遁机的故事,祖母的手艺 3.每一口都是回忆,栗子遁机的家族仪式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秋风起的栗子遁机,温情满满的传承 当秋风轻轻掠过金黄的树梢,落叶纷飞如同自然界的黄金雨 这不仅仅是季节更替的信号,更是厨房里那些传统美食准备登场的前奏 在这个收获的季节,有一道菜肴以其独特的温馨和滋补特性 成为了无数家庭餐桌上的主角,那就是栗子遁机 栗子遁机,这道菜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 但它的确切起源已经随着时间的流逝变得模糊 不过,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这道菜肴是农耕文化和自然恩赐的结晶 栗子,这个秋天的代表,不仅仅是小松鼠冬眠前的最爱 也是人类餐桌上的宠 而基,作为家庭之中的全能选手 无论是炖,煮,炒,烤,都能让人垂涎三尺 让我们来揭开这道菜背后的小故事 想象一下,古时候的农家,在秋收之后,庆祝丰收的同时,也要为即将到来的寒冬做准备 栗子因为其丰富的营养和异于储存的特性,成为了理想的储备食物 而鸡,作为家庭饲养的动物,不仅提供了蛋,还能在特殊的日子里成为餐桌上的主菜 传统的栗子遁机,是一道需要耐心和细心的菜 首先,要挑选新鲜肥美的鸡汁,然后将栗子去壳去皮 这个过程本身就足够考验人的耐心了 接着,将鸡肉和栗子一同放入锅中,加入姜片,葱段,料酒,八角等香料,慢火炖煮 随着时间的推移,鸡肉变得酥软,栗子也吸收了汤汁的精华,变得香甜软糯 这道菜的魅力在于它的简单和深厚的文化底蕴 它不仅仅是一道菜,更是一种家的味道,一种温暖的情感传递 每当秋风起,无论是在繁华的都市,还是在宁静的乡村 那熟悉的香气总能唤起人们对家的思念,对过去美好时光的回忆 在现代社会,虽然我们可以轻易地在超市买到去壳的栗子 甚至是半成品的栗子盾机 但许多家庭仍然坚持自己动手,将这道传统美食从一代代传承下去 这不仅仅是对味道的追求,更是对文化,对家庭,传统的一种坚守 所以,当秋风再次起,不妨尝试亲手制作一道栗子盾机 让这份温情满满的传承在你的厨房里继续延续 当然,如果你在包栗子的过程中感到手指酸痛,那也不必太过沮丧 毕竟,这也是传承的一部分,不是吗?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栗子盾机的故事,祖母的手艺 好吧,同学们,请坐好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一道传统美食,栗子盾机 以及它背后蕴含的家传手艺和温馨故事 首先,我们得承认,栗子盾机并不是什么高端大气的宫廷菜肴 它更像是一道温暖人心的家常菜 但是,别小看了这道菜,它可是蕴含了无数祖母及大厨的智慧和爱心的结晶 想象一下,一个寒冷的冬日,你推开家门,一股浓郁的鸡肉和栗子的香味扑鼻而来 这就是祖母的爱,用烹饪的方式传递给每一位家庭成员 栗子盾机的故事,不仅仅是关于食材和烹饪技巧的 更是关于家庭和传承的 栗子,这个硬壳里的小家伙,需要耐心和技巧才能处理好 你得先把它们竹软,然后包去坚硬的外壳和苦涩的内皮 这个过程,简直可以考验一个人的耐心和对美食的热爱 而祖母,总是能做到不凡不躁,仿佛在告诉我们,好东西,是值得等待的 接下来是鸡肉,祖母总是选择那种散养的土鸡 因为她坚信,只有自由自在长大的鸡,才能炖出鲜美的汤汁 她会用密质的香料和调味品,让鸡肉在慢火上炖煮,制到肉质酸软,汤汁浓郁 而最关键的炖煮过程,简直就是一门艺术 火候不能太大,以免水分蒸发得太快,鸡肉变得干柴,火候也不能太小 否则鸡肉和栗子的味道无法融合 祖母总是能把握得恰到好处,这需要多年的烹饪经验和对食物的深刻理解 最后,当这道栗子炖鸡端上桌时,你会发现,每一口都是满满的家的味道 栗子的甜,鸡肉的鲜,还有那汤汁的浓郁,每样都让人回味无穷 所以,同学们,栗子炖鸡的故事,不仅仅是一道菜的故事 它是关于家的记忆,是关于祖母那代人对食物的尊重和对家庭的爱的故事 每一次炖煮,都是一次传承,每一次品尝,都是一次怀旧 现在,你们中的一些人可能已经开始垂涎三尺了 不过别急,下课后,我会分享祖母的秘方 让你们也能尝试在家中复刻这份温暖的味道 不过记住,耐心和爱心是这道菜的灵魂,没有这两样 即使是最好的食材和最精湛的记忆,也炖不出那份家的味道 好了,今天的课就到这里,记得做笔记,下次可能会有惊喜小测验哦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每一口都是回忆,栗子炖鸡的家族仪式 各位亲爱的时事爱好者,今天我们要来聊一聊那个让人垂涎三尺 每一口都能唤起童年回忆的传统美食,栗子炖鸡 这道菜不仅仅是一道菜,它是一个家族仪式,是一个文化的载体,是一个时代的见证者 首先,让我们来谈谈栗子炖鸡的历史 这道菜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中国的明朝 当时的人们发现栗子的甜味和鸡肉的纤维可以完美结合 于是这道菜就此诞生 但它不仅仅停留在食谱上 它还承载住家庭团聚的情感和传统文化的传承 每当秋风起,栗子成熟的季节到来 家家户户都会开始准备这道菜 这不仅仅是为了庆祝收获,更是一个家族团聚的信号 大人们忙着炖鸡,小孩子们则在一旁玩耍 等待着那一锅香气肆意的栗子炖鸡出锅 这样的场景,无疑是一副温馨的家庭画卷 而这道菜的烹饪过程,也是一门大学问 首先,你需要选择肉质鲜美的土鸡,然后再挑选饱满的栗子 接着,将鸡肉和栗子以及各种香料放入锅中,用温火慢慢炖煮 这个过程需要耐心和细心,任何一个环节的疏忽都可能影响最终的口感 当然,这道菜的魅力不仅仅在于它的味道,更在于它背后的文化意义 栗子炖鸡不仅仅是一道菜,它是一个家族的记忆,是一个时代的印记 每当这道菜出现在餐桌上,无论是老人还是小孩 都会不由自主地讲起那些关于家的故事,那些关于过去的回忆 所以,亲爱的朋友们,下次当你品尝到栗子炖鸡时 不妨放慢脚步,细细品味其中的每一口 因为那不仅仅是食物的味道,那是历史的味道,是家的味道,是我们共同的记忆 它让我们回忆起童年时代的家庭团聚,回忆起祖母的呵护和爱心 它让我们感受到那份浓浓的家的味道,让我们明白家族传承的重要性 那么,亲爱的观众们,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你们在家中有什么样的家传菜谱吗? 让我们一起来分享吧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编撰、设计、制作 但是,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给我们节目点赞